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怀轩 我们的2016 2020 2024 到底还不要不要继续往下选 这整个事情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长呢 如果要是顶心的一些疑云 没有办法让所有的民众适宜的话 恐怕所有的日子都不要再往下想了 为什么 从昨天杂志出刊 然后包括联系文的军人总干事 参军委员所讲的一番话 民众产生一些质疑以后 如果不马上让所有的人能够适宜的话 恐怕这件事情真的会越讲越不清 好 就看光是看到很多人在爆料 像蓝伟就说 这个辅党就护航顶心 拿人手软 蔡正元就指称说 这个选举期间 党高层要连胜文 不要去批评魏家 那么谢国朗则说 资隆府有很大的包袱 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快的 他们也要做成亲 就是说遭指门神的资隆府就说 凭空捏造不符事实 除此之外 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新闻内容 来看的是什么 来干的是银眼梁 就看他要告诉大家说 有这个官员上门要钱 太不像话 所以简举叶世文 银眼梁说是我干的 好 现在台湾的百姓最讨厌 最痛恨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官商之间的一些问题 好 那这件事情 官商有正常往来 当然OK 但是为什么老师会传出有这样一些事情呢 好 那大家尤其是从 包括联署文的经员总干事 你说蔡委员 特别提到这些事情就开始再回头去看 鼎心在国内所有的一些的这些事情 难道真的有所谓的门神吗 而这些门神是大家所在暗指的人吗 你也看到包括总统府 包括国安会民主长 都出来跟你讲说 跟他们没有任何一些的关系 好 那如果有是谁呢 如果没有 是不是要还这些人的清白呢 重点是 谁能告诉所有的人真相到底是什么 好 那除了这件事以外 现在大家也都在问一件事情 到底阿扁前总统 什么时候有可能会保外就医 农历年 这个元代以前 一世代以前 因为还包括 李副总统 是不是真的会在这过程当中 会绝食呢 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好 要来看的是在今天 这个报纸头版头 我们看联合报头版头 上面就写着 保外就医有九成以上几率 阿扁呢 渴望回家也过农历年 上面还甚至写的是法务部的正次松口 但是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们就现在看到 法务部有这个新闻稿 而卡克斯拉 说这法务部的官员 从未表示 陈前总统有九成以上几率 保外就医 好 不管你们大家言之早早 觉得都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程序总是 要由下往上慢慢走嘛 那我也没有告诉你说九成 好 那到底是像媒体所说的 确定会在年前 阿扁前总统会回去 还是说这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波折呢 这中间考量到底又是什么 待会来听听看现场来宾的看法 来 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先叫是立法委员纪国斗 主持人 相亲 大家好 这是文化大学型本系教授 颜立明 大家晚安 在台北市议员带席亲 主持人 大家好 在立法委员蔡奇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是文化大学副教授 郭正亮 大家好 在最前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马政府内究竟有没有顶星门神 立委蔡正元才爆料 有国民党高层 直接致电中常委李德伟 要连胜文替顶星护航 没想到另一位同党立委 谢国梁接着爆料 他认为马政府可能拿人手软 态度才会软啪啪 我还是觉得政府对顶星有包袱 那我也呼吁说 在很多重要的事件上 对顶星绝不能手软 那为什么会有包袱 那你是不是因为说 人家如果有支持你 就有些人情在就会有毛 除了阮尾爆料 周宇寇也再加码 经报高层指出 魏佳曾经捐出政治现金高达两亿元 但流向不明 外界说法众说纷纭 顶星门神争议 已经拖累了蓝银九合一 国民党内自清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希望主席产生之后 能够尽快地改组连政委员会 如果真的有害群之马 我想这个害群之马 也应该由我们执政长 自己把它揪出来 自己来清理门户 败选检讨 党内爆料批判一波接一波 国民党高层 到底有没有涉及护航鼎星 党内意见分歧 就怕新任党主席上任之后 要求清算鼎星 蓝尾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 朱立伦会如何依应 马政府又要如何平息纷争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 会有多大一些的影响 从选前 大家尤其在9月10月的时候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呢 包括所有的选情 有可能都因为一个鼎心的事情 对国民党很多的候选人 都造成一些的重创 而这件事情到了选后 竟然是从蔡俊元口中讲说 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一通电话 而这件事情从昨天爆料出来以后 一直到今天你可以发现 国内所有媒体大家都在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包括 总统府出来澄清的 在这个地方 就跟你讲说 不要告诉我说什么 有什么包袱啊 类似这些词 全部都是凭空捏造 它都不是事实 OK 然后呢 国民党也出来 发了一个新闻稿 我们讲说 包庇顶心 属无稽之谈 一周刊应该要澄清道歉 要澄清这些事实 那民众 所有的疑问 真的都已经离弃了吗 这两篇稿 就真的能适宜吗 整个过程 让你再看一下 来 快选 好 我们就来看 昨天这个一周刊当中 有个神秘电话 大家都在讨论相关 那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就让有关联盛文 列顶做半套 蔡俊元这么说的 他就说他当时 他拟定了一个灭顶宣言 就是要切割顶心魏家 那林盛文当时 他只讲了前半段 都没有提到魏家 那个后半段的部分 后来才发现 因为连他当时 他接了一个 党中央的神秘电话 因此就态度批评 这电话是谁打呢 才发现 这是国民党的 副名书长林德瑞 他打给了中常委 李德瑞 当时电话还专得了 林盛文 林德瑞讲了什么呢 他说 当时他们的内容 就告诉那个连家 他就说 你们要只谈食安了 不要批评顶心魏家 柯文哲没有追杀顶心 为何你要急着灭顶呢 就看到没有两天时间 泽布就率先跟顶心切割 后来我们来看 林德瑞怎么解释这一段 他就说 因为是基于选情判断 向李通话 所以没有马金背后指示 也非为这个特定的财团护航 另外再看到李德瑞 他就说 并没有谈到灭顶啊 当时有迹象说 有可能魏权也会牵扯其中 所以双方聊了一下 主要就是要谈 如何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 这扣扣姐呢 在最近也就说 有个这个前官高层爆料 就是什么样东西呢 他说是在两个星期之前 有个前官高层告诉我 顶心魏家呢 可能私下捐赠 没有入账的这个政治现金 得到的消息是两亿现款 他还说他没有证据 但是如何 如果这个马金啊 没有收钱的话 应该要说清楚 而非指发声明 如果这相关单位调查 愿意透露前官高层的姓名是谁 好 另外再来看的是 谢国良 他就说 从这个政府处理 顶心眼的状况来看 他说 我相信总统府呢 是有很大的包袱 可能是政府在选举的时候 顶心有一些支持 因此啊 确实看得出来 拿人手软 他说我也没有证据啦 只是推论假设 但党内如果有人执意 应该要设立 联能委员会的开始调查 而总统府则说呢 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 品工年造 完全不符事实 令人遗憾 好 那所以这些过程来讲的话 你看到很多人出来讲这些 但是也都告诉你说 我没有证据 那没有证据 怎么能这样讲 那讲了以后 总统府 当然总统府你可以看到 马上出来就告诉你 所有这些的都不是事实 对不对 这样子的成绩力道够嘛 就民众会因此就真的相信 所有的这些疑云都解开了吗 当然不相信啦 但是我更怀疑说 蔡正元也好 相关这些同仁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这些话 我说实在 无济于事 对现况没有帮助 第二 如果说对连胜文 他选举有帮助 那当然讲 问题选完 你讲这干什么 另外一点 对如火如土的港务地区 罢免蔡正元委员的案子 也没有缓解的作用 所以我是不太了解 他们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那当然包括国粮他有讲说 这个是不是拿人家手软 或是拿人家手短 不管手短或是手短 我的看法 只要是合法都没有关系 哪怕民进党那些 自称所谓的形象牌的 县市首长 他们没有合法拿政治现金吗 那当然一定有嘛 重点是不法 不法就应该由司法来就办 所以我们赞成不法 由司法来就办 但是我实在很难理解 这个时候为什么 还要启动党内这样的一个互相吐槽的一种做法 所以既然都已经出来讲了 大家可以怀疑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 是不是你们这件事是什么事 真有所谓拿到台面下不法的政治现金 真的这个此事 那第二 是不是为选战 败选在谢责 就是这个责任大家分担一点 第三点 你是不是用这样来进行所谓的反马斗争 我想一想 不管怎么样 你说反马好像也不是 为什么 我看到一个信息 丁守中 丁远超说说 丁远超他说话了 他说 不管胜选败选 对连胜文来讲 都是一个经验 很好的经验 他不希望这个东西怪东怪西 他就说他认为他不赞成这样一个做法 丁远超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是代表连连连的意向 所以连丁远超这样讲 我就感觉这根本不是党内的政治斗争 就是个人一种可能情绪的一种发疏 或者是一种反弹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朝福里的风暴 但是这样做下去 对国民党显然是不好 再次重申 选举你说不需要钱 骗人的 当你选得如火如荼 而且需要钱很多时候 人家要拿钱给你 你真的能有那个道德勇气 坚持说No 或是说我讲的是合法 我觉得是很难 但非法一定不能要 所以这个事情暂时强调 合法的就到此为止就不要再讲 非法的请你们拿出证据 OK 好那据委员讲说 非法的你们大家就拿出证据 要不然不能空口只空 因为总统府也都出来告诉你 包括国安会 也出来告诉你说 第一个没有这些事 第二个既然没有这些事 就更跟这所谓的高层首长 是没有关系 刚才记委员讲说 国民党 这样报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 可是我必须讲 因为对老百姓来讲 要的是第一个真相 到底有没有 第二个 不管对国民党有没有好处 对台湾未来会不会有好处 要是民众现在要看到这样 你说谢国梁 他是国民党委员 他出来讲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再看上面这段 后来包括双方当事人 大家出来对职吧 算对职吧 到底有没有怎么讲 说没有传给他 OK 但是他们俩确实有通电话 通的电话呢说也不是这样子 说是这个样子 要是民众现在真的听到了真相吗 他们感觉是这样吗 这件事情显然是 是有很大的官商的问题在里头 我想国民党恐怕不能够单单一纸 中国国民党的文传会的新闻稿 就可以澄清了 是因为这涉及到总统 涉及到总统府活跡安全会议秘书长 因为蔡正元就直指两人 也就上次选举也好 包括之后是不是有收受 顶薪的政治现金 我是觉得他们一再的否认政治现金 有可能是因为捐的钱 因为是现金 不是那个贡献的现 是因为cash的现金 所以他不会有任何政治现金记录 也就是法定的政治现金 应该没有记录 否则他们都不会这样子 敢这样大张其他地否认 可是是不是有什么 用别人的人头 或者有其他的中间人 拿了什么现金来 给当时的马总统选举的过程 这点应该马总统自己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也不止三个人 我直接了当来说 这个不只是蔡正元说 都还记得选钱就有人指使十亿 那个被告了 有名有姓 你听我讲 告完了以后什么都没发生 哎呀我又说好奇 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我们那个案子一告第二天就开听了 那这个案子已经到现在至少我的算一算 两个半月 消息全无 是不是要传一下 有人说十亿 哦这个毁谤罪很重啊 十亿 至少要求偿个一千万两千万也不止 三百万 对不对 至少要把他告死嘛 对不对 否则还会接约继续讲 如果不讲 那如果不继续处理 那应按照过去的判例 我继续说你满酒拿十亿 你也不能告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引述媒体报道 在法院的判决来看 只要那个媒体报道没有被处理掉 他就可以继续引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谢国良他不是爆料的人 这个应该很清楚 谢国良从来也没有爆过 而且他就算要爆料正常的理解 应该他爆的是民进党的料 或者至少是基隆的料 他熟悉嘛 他怎么讲的这么明白啊 说国民党有包袱 有包袱 这有包袱总不会是两代砖头吧 应该是指拿人的什么东西 就可能有什么包袱 这一点国民党能够摆得谢国良 今天整篇新闻稿 谢国良一字不提 好像没发生 讲完以后 我们的扣扣第三人 继续追加两亿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这个两亿根本就顶心的人讲的 这已经是直接当事人咯 这已经是直接当事人咯 他说是前国安高层 这让他再说吧 那让他说 不管怎么样 他是有人吧 而且要是你看 空姐 其实他有个字哦 你要注意看他的字哦 他这边讲了一段话 他说 其实马仲宏跟金秘署长呢 没有拿钱 那当然应该要说清楚 不是指发声明 若相关单位调查 他愿意透露到底谁 意思就是 什么叫相关单位调查 就你们大家如果要告要什么的话 有人要调查 OK我来讲 他的意思大概就这样 这没有错 所以我现在还在讲第三 还没讲第四人嘛 对不对 第三人就是这个顶心高层 讲的这一位 第四人真正的 就是金普冲的同事 叫国安高层 我请金普冲跟马云九 务必要理解这个 因为早期每一次扣 扣扣要讲什么的时候 他是真有其人的 我倒也不会讲 从那一个playboy 他就有 然后你告到法院去 那个他们大家还笃定 那个人怎么会出来 讲不会作证的 他就给你作证 然后你就判决输掉了 所以我不管这个中间 有多少的很solid的 很强壮的证据 可是确定不是空穴来风 消息有可信的管道 就是大法官509号 就是按照证据显示 就是善意原则 他只要不是可以 可以确信 就是可以认为 就算不是事实 他也是可以 好那今天 换句话说 这四个管道已经这么明确了 那你总统还可以摆脱吗 你还要等这四个全部扶上台面吗 这四个里面 哪一个是你市民进党啊 对不对 包括国安高层 包括国民党的终于寇 包括这个基隆的立委 这个叫谢国梁 可是他们没有 都没有证据 没有说马金 没有说马金 那你就讲顶心现金到哪去了吧 因为讲的叫顶心现金 他们都说顶心的cash 我再讲一遍 不是这个现金啊 cash到哪去了 那这一点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如果没有 你是不是要查一下 说我们成了一个小组 查查看有谁用我们的名义 收了钱 自己把它按卡按掉了 这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事情 我想民众不会三把甘休 因为太明显了 我们请问政府现在做了什么灭顶的事啊 我所谓灭顶 不像我们丢鸡蛋呢 请问灭顶的意思就是说 IOI要买101 政府有没有表现一个 这个是不行的态度 我现在再讲一遍啊 柯B没有说不要灭顶啊 柯B只是说什么 柯B说了 你也说 不要只追杀顶心 叫猎物 他们也说你们追杀顶心之外 还要记得政府的责任 叫做不要只有追杀顶心 这话对的 先把顶心杀了 这话再讲一遍啊 先把顶心杀干净 我们再来追政府也可以 没有说不追杀 而且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追杀的很厉害 所以不到现在 我再讲一遍 请民众关心看着 专心看着 到现在政府有没有 对顶心的事情继续追 继续杀 而且把他挖出来 还是说就任凭 现在顶心 一堆律师在替他辩护 然后他还可以大胆的跟法官讲 你们全部误会了 我其实没有那么坏 政府是不是应该现在 帮民众提供对顶心不利的 所有的问题继续调查下去 不要让顶心在台湾继续这样子 左摇右摆的 好像还准备活下去 这是重点 OK 蔡伟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看起来的话 对于你说不管是党政高层 就国民党这些党政高层 或政府高层 他会讲 因为每个人出来 也都加一句跟你讲说 我没有证据 可是你要查清楚 那他怎么查 他除了发声明以外 他接下来还要怎么办呢 他把所有人全部都移送 移送地检署吗 我不一定他有能力移送地检署 但我觉得司法的动作 他应该要做 OK 就我们每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都会拿马总统过去的标准 来看待 那我基本上我觉得 今天这个指控 不是非同 不是并非非同小可的事情 当然 这个指控说实在话 我认为他是严重 那我觉得他的严重有几个面向 我觉得刚刚纪委员在提说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我们可以先排除 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第一个就是说 合法的政治现金 这个不需要讨论 因为合法的政治现金 就是一定的时间内 然后一定的金额 然后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然后他可被 这个大家来查询 来监督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 哪怕合法的政治现金 事后有没有 非法的护航包庇 我觉得这个才是 如果是既合法 又没有任何护航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 好 那第一个 我们现在确定就是说 这里面无论过去讲的10亿 到今天讲的这个两亿 或者等等这些 这些基本上 他都属于非法的 因为这个都超过了那个上线 OK 都是非法 第二个他都没有登记 有登记 我们只要把这个马英九 跟吴敦义的竞选的资料 一翻开来看 我们就可以查清楚 所以确定上述所讲的 都是指非法的钱 合法的我们就不认计 好 那讲的人 如果今天爆料的人是这个抹名嘴 或者是抹民进党的立委 我认为大家民众会觉得说 这个政治上立场不同 工坊 嗯 但是问题现在爆料的 一路从这个Coco姐 但Coco姐 国民党可能不承认他是党员 当然是事上市 所以国民党 我想他一定 他也要去选党主席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 他们可能会用这种角度来理解 但我觉得最有趣 今天为什么会变成报纸的 很重 占很重要的版面 是因为蔡正元讲这个话 嗯 蔡正元的讲话 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非同小可 当然 蔡正元讲完之后 谢国梁再补一枪 嗯 会让他觉得除了非同小可之外 煞有几分真实 嗯 后面讲那个话都是多讲的 嗯 后面讲的话就是说 虽然我也没有证据 只是推论 那个后面那个 可以以下省略 不需要看 重点是 那为什么谢国梁其他的事情 他不讲 我没有证据 他就这个事情要讲 没有证据的事情 谢国梁知道那可多得很 他为什么只挑这个事情来讲 他表示什么 这一定有问题 有事情 一定是有蹊跷 他才需要特别 把其他他也知道 但不会拿出来讲 也没有证据的事情 他其他这个不要讲 他就专挑这个事情 所以 这表示一定是 他就有问题 一定有蹊跷 他一定要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处理 所以 我其实以马总统过去的标准来看 像发生这种事情 基本上按零申告是马总统最基本的动作 那不会是这一张声明稿出来 然后这个这个 没有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对 以马总统过去的行为准则来看 我认为不可能马英九会这样出来 他是绝对会是一个强力辩驳 甚至采取司法行动 那今天如果不考虑他的这个背景 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四个五个选举过的人 我相信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强力捍卫 这个没有什么好事 不可能你的专业的训练 你的SOP做一个层 遇到这种事情 你还在那边发一张纸说 那这个无稽之谈 然后就回去睡觉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国民党面对这些事情 而且是出自于党内自己的两个立法委员 所提出来的 是爆料也好 或者他们讲的这个事情也好 国民党怎么可能等闲四肢呢 国民党怎么可能放任这个事情 用一张新闻稿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不同意线 他们三个都讲的不够明确 第一个蔡正元他只是讲说 林德瑞有打电话给李特伟 他只是讲顶心的事情 不构成违法 他只是关心他是道德层面问题 没有讲到钱嘛 谢国良他讲到说 如果好像有包袱 他也没有说谁拿多少钱 他只是说如果有拿人家手软 有包袱也是用影射性而已 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只是讲说两亿 两亿他也没有讲拿给谁 那你自家对他入口跳出来告吗 吴子佳是因为讲说很明确的就是马团队 你既然讲马团队那我就告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只是他们三个人每个人讲一部分 那你就这三个人把他拼凑起来 就有卡有手就这样了 我其实只有一个问题而已 就说那请问一下 谢国良跟蔡正元的动机是什么 我刚刚讲嘛 名嘴爆料或许受视率 在野党爆料或许政治立场的不同 现在是怎么 谢国良跟蔡正元是吃饭吃饭的 还是他马总统有深仇大恨 非得出来这样讲他不行 没有证据的事情 我跟你讲很多 我们在立法院都遇到很多 那为什么他们就要单挑这个事情 蔡正元我的感觉 个人情绪的反弹 谢国良 蔡正元情绪的反弹 因为刚刚去接受访问 然后主持人问了 他应主持人的一个问话 拿他的回话 你搞错了 刚才那个是记者专访 因为那个不是在Coco的节目上 他昨天另外一个访问 他又再讲了一遍 他绝对没有后悔 他前面一点讲的话 而且他还在讲 是有包袱 有包袱大家都有包袱 是这样子 不是你现在应该是 督促国民党 这么一个范僵 我们要求新的主席上台以后 一定要查明清楚 他怎么查 他也不是他收的钱 现金是你就一个大袋子 放在你家 比第二个人都不会知道的 所以你现在要要求什么 要求马安九 不要再把你们拖垮了 我要求马安九 再不出来讲 范僵这么一纸 一纸这样子 三行五行的字 解释不了问题的 因为 因为有一天 我告诉你 现在为什么顶心 自己不出来讲 白话 因为你现在还是总统 你还可以整我到死 他们俩原来本来要你保护 那假设 对 你听我讲 我假设 假设是顶心 你听说 假设这是顶心 透过关系管道 故意洩漏出来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他为了说 你不要乱讲 你不要乱消灭我 你再消灭我 这十七个月 那不是十五个 十六个月了 这十五个月 你不要乱讲话 你不要乱消灭我 你继续消灭我 那是不是要威胁政府 让政府有所投鼠忌尽 对啊 所以他们俩人是互相 所以总统 可能就有人 就赶快打电话 我不晓得这个林德瑞 我告诉你 我只确定一点 林德瑞跟那个 他打电话那个对象 原本不熟 就是昨天我听这个 谁讲 他们现在居然 居然文字搞得讲说 他们是基于私疑 打电话去问他 选举状况 哎呀 林德瑞 林德瑞 为什么私疑 在那个时候 打电话给廉振明的 某人来 要告诉他 转告廉振文了 我请教你 我请教你 鼎心现在有求于 政府还是有求于 可是我请政府 要非常记取这个教训 当时我们倒贬的时候 我至少喊了三次 说你只有15个月 16个月 你要记得你下台的那天 就是那人现在不讲话 人全部都会挑出来讲话 我再讲一遍 所以你现在自己讲出来 自己来修饰 你不要像那个社长这样子 只讲一个说 我做了法律 不该做 什么事 我告诉你 鼎心现在不讲 因为他现在还可以靠你 你来保护他 他保护你 我懂 就叫这样子 好吧 我来做个结论 今天林德瑞 他打这通电话 显然不同 不大 所以个人造业 个人大 我建议他应该公开面对 来开个记者会 把事情讲清楚 就像阿基斯一样 把很多事情都讲清楚 以示群里 不要像阿基斯 阿基斯就没讲清楚 而且越讲越多 就是把五年的 本来只有一个比政治现金 又讲了五年的政治现金 重点是什么 重点不是 他也不知道上面 他是 林德瑞出来讲啥呢 就他 他能讲什么 他就讲说那一天 他打给李德瑞讲什么 他出来跟你讲 不是报道的 两个一起出来 这两个一起出来 对 两个一起出来 蔡振元 一起出来 蔡振元的疑问 是说林德瑞 李德瑞你有什么资格 打这个电话 那就不妥吧 你有什么动机 打这个电话 是哪位大老板 叫你打这个电话 他讲得出来吗 他现在坐这个位置 能讲吗 他坐这个位置 是管账的位置 他能讲吗 所以我就说 你现在不要去 再管这些小年轻的这些了 这些都没有用 就是两位老大 因为谁也不能惹他 如果你再不叫他们讲 你们就跟他一起赔偿 他一定要讲 他一定要讲 因为他没有讲到 马金牛很背黑锅 对啊 他不讲到马金牛很背黑锅 他一定要讲 他不讲到马金牛很背黑锅 OK 所以我们要来看 这整件事情到 马总统出来讲 怎么讲得清楚吗 林德瑞怎么敢讲 他上面的人又没有说 你可以讲 他怎么敢讲 所以 事实上谢国梁已经建议了嘛 送到联人会嘛 送到联人会就可以对职啦 那现在代理主席不就是吴敦毅吗 吴敦毅就可以要求 办一个正式的联人会 就做一个正式调查嘛 策刺员也找来嘛 李德卫也找来嘛 林德瑞也找来嘛 为什么这个会起人疑斗了 我跟你讲 因为对于鼎心的查办到目前仅止于停止他的贷款 用加速条款 比如说他年底一定要还105亿 真正关键的两个司法动作马政府都没做 哪里 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代表消费者求偿嘛 你要不要做宝 政府没有一个人做这个事 反而让江医师去搞支付命令 对不对 你知道合理吗 第二个 这四个人四兄弟 是不是共同正范 你可以去查他们有没有资金往来啊 有没有犯益联络啊 如果你把它列为 特成组介入列为重大组木案件 可以吧 那就可以用共同正范来查办嘛 那你会不会讲出实话 当然就会嘛 可是你看啊 他现在只有逼你还贷款 所以鼎心只好到处乱赚 他说哎呀你让我卖心眼土地吧 朱立伦一选完之后 我不变更了 那现在就说 你让我卖101吧 你又不让我卖给马亚西亚人 对啊 现在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逼着人家到处筹钱啊 你这个哪里是在处理问题 台湾这次很care的是真相嘛 这次很care的是消费者 这些受害有没有得到补偿嘛 对不对 然后这四兄弟是不是共同正范嘛 你们是共同犯案 我跟你讲 大家可以去假设一个状况 如果不是台南递检 不小心争到这个案子 你想一想 鼎心今天已经是什么地位了 我跟你讲 101已经病掉了 因为没有黑心油事件 他就病掉了 心愿土地也变更了啦 然后台湾之心 中家他都买到手了啦 有了有限电视 108万的收视户 明年啊 也没有媒体敢批评他们了啦 你去想一想 这是什么状况 他可以打败郭台铭 可以打败蔡旺旺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凭良心说 为什么谢国兰会有这种推论 这是非常合理的嘛 你办案不用绝招 然后如果不是台南递检 不小心查到新豪那个小蜜蜂 老天有眼啊 你已经控制一切了 电信也到手 什么都到手了 土地也变更了 赵东银行也都跟你勾结了 我们今天就是面对这个状况 而且101他还拿到过半股权 那是什么状况 台湾从李登辉到现在 有哪一个总统 曾经给一个财团 这么大的权力 有哪一个总统曾经这样干过 就只要你马英九总统吧 实际 这件事情不只是对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你说129 输成那个样子 没想到在这个结会上 本来还以为你们在疗伤止痛 没想到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问题更大条 怎么办 选后在讨论顶心门神的事情 对国民党当然不好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到最后是真相不明 或悉尼的话 对国民党更不好 而且对台湾 就我就讲 你们不要讲2016 2020 2020 2020 都不要想 如果这个事情到最后是无疾而终 各说各话 林德瑞讲 李德瑞的 李德瑞讲 李德瑞的 而蔡振元依然讲蔡振元 到最后我们党内不管是联人会 或者是马前主席 都没有出来讲任何话的话 让大家存了这样的一个移斗 继续下去的话 就像刚刚小伙哥讲的 到2024恐怕都能看到曙光 那我觉得很简单 林德瑞的角色 基本上 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姚老师所说的 他跟你德瑞的确是认识的 但是你现在去讲 有没有失忆这件事情 已经不重要了 虽然你是党的副秘书长 即便你们有失忆 共同关心选情 或是共同关心实案的问题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关键点 讲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管你有没有关切 对于魏家 要不要说重话这件事情 其实就像刚刚纪委员说的 那个时间点 谈话那样的内容 事实上就容易起人移动 那虽然 蔡政委员也在脸书上 澄清说 那个媒体访问 他的内容的对话 跟他们报告出来 是有落差的 他并没有去指名到马霍基 可是他的重点是在讲 他没有指名 说马金的这一段 对 就是他没有指名马金 只是记者觉得那样写 可能比较吸引人 比较有文章的 选拟的效果 所以这部分 国民党的这个新闻改 依据这个内容 来做了澄清 但重点是 大家关心的是 到底林德瑞背后 打这通电话 只是单纯官军选举 关心食安问题 想要跟李德维 透过李德维 跟廉政营来做个沟通 还是真的某种程度 代表党内高层的一个意思 希望 廉政营在选举过程当中 对这件事情保持 一定的距离 或是不要 轻率的去批判 魏嘉 那这就轻率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 如果真的有 党内高层 去受益这样做的话 那大家要关切的真相是 不管有没有拿人手软 虽然后来谢国良有修正说 这个是在假设的情况之下 可是 你光讲一个总统府 有很大的包袱这几个字 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他不见得有违法 但是这个后面所潜藏的 整个政治运作 政商关系的幕后 不为人所知的这个 黑幕到底是什么 大家会很好奇 甚至会认为说 这是不是就长期来 国民党被人家诟病了 你从选前 不管是10亿 到现在变成2亿 以及国民党之前 虽然实意告了 现在寇寇姐又有新的说法 甚至有国安高层的人 透露这样的讯息 我同意刚刚姚老师说的 现在似乎有一种氛围 假设这个放话 是跟魏家有关 似乎有一点那种 你要整肃 我就跟你玉石俱焚 那种魏道在 但是如果我们的当权者 真的因为这样子 被吓住了 或不敢继续往下弄 那就会杠人家 有很多的猜测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政本庆元的方法 第一个 党内就连人制度的部分 赶快 其实现在林德瑞也讲了 李德瑞也讲了 可是跟蔡杰人 说法起来有出入 除非马总统愿意 自己出来讲 说绝对没有高层受益 去打任何电话 或是要求魏家护航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 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真相的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 在接下来的未来 我们的政府 现在毛泽国当家 能不能像刚刚各位所说的 拿出更具体的 灭顶计划的态度 跟作为 来证明我们真的没有 因为所谓的人情包袱 或拿人手软这件事情 而停止对魏家的一些 查契的动作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你集体求偿的部分 或是包括他们四兄弟 到现在没有分家 即便不是共同的共犯 但是至少 是不是可以查够 他们家的财产 作为后来后续求偿的一些 准备因应的动作 那政府只有透过 更明确而积极的动作 才能够去洗刷 外界的乐和子 其实大家对于 像这些事情 冰凤 同时也要看政府的态度 包括国民党的态度 所以刚讲 第一个 总统府第一时间发了声明 第二个 国安会 然后金木聪明书长 透过国安会 也直接讲了 有某一位主播 你既然直接点名我 所以他就直接讲 你如果不道歉 我就要告 因为他是清白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扯我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有个感触 就是国民党 已经有尔合一 已经输到 已经快要昏倒了 感觉 政治灭门血案 对 网友用政治灭门血案 开始形容了 可是 你们今天 包括谢国良 跟蔡振元 你们都已经讲出一个潘朵拉盒子了 其实已经开了潘朵拉盒子 那你为什么要躲回去呢 我第一次对蔡振元有期待 我觉得 我觉得总统府跟国安会 还有党中央的一定死都不会讲出实话来 那你们立委如果要不自救的话 那你国民党就整个完蛋 那请问你们现在怕什么 蔡振元就算你是在做这个报酬好了 就是在做这个选赞的谢哲 但是问题是事到如今的 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你就感觉 我相信这两个人讲的这个 就是说什么 总统都会有很大的包袱 然后蔡振元就讲到说什么 这个接到林德瑞的电话等等 我想啦 任何一个有常识人 他不会在选情 已经受到鼎心 他的冲击之后呢 这么大我还不用回答鼎心 那等于白了我选情不要救嘛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赶快就不要选举了嘛 如果说有一个事情 比那个救选情还更重要的话 那你就不要选了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是谢国良还有蔡振元 我相信还有更多立法员都知道啦 你们就自己干脆讲出来嘛 讲得更详细 我觉得也许对你们党还有个救 就是说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总统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国外会到底有没有角色 党中央林德府确实 到底有没有讲到说 你们请你们不要打鼎心 因为连科B也没有打鼎心嘛 所以才让你们整个在选情操作上面 完全搜索嘛 就是完全回来 然后让整个民调一直往下掉 我觉得街景都已经 已经打开到这样 我觉得这东西你收不回去了啦 老百姓绝对不会说 你几张新闻稿里头 而且你新闻稿是刻意避掉几个人 那我们就只好单独承认 那几个是对的吗 是不是这样 总统府你回答我啊 是不是叩解 跟那个谁 谢国良想的都对 那其他人只是 其他人不对呢 所以我觉得 我是觉得包括谢国良委员 你都已经不选立委了嘛 我觉得你各位 担任这个什么 党类的改革派 我觉得国民党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民进党内部专选你了 开始就接舱巴 有时候接到同志自己都受不了 可是这就是向前走的一个步嘛 那你国民党已经到这样 你还允许这种文化吗 所以我说 我本来谢委员就是 大家觉得蛮还蛮不错的 例如法委员嘛 然后那蔡委员已经面临 要被罢免了啦 那你是不是搞不好 自己出来救自己一下 把真相告诉大家嘛 到底总统府是收了多少钱 第一次是收了多少钱 那你们为什么要改选一张 选举政策要怎么做 一半会要转弯 就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 对啊不是你的错 那到底是谁谁的错嘛 你讲交代清楚 我觉得这样还可以救国民党一下 对 其实你说从129 包括朱立伦那时候 要不要出来选党主义 大家都在讲说 国民党不大破大力 未来真的就 就已经国内政党政治 大概就剩下一党独大会 或什么这些情形 现在国民党 对所有的 尤其又是立法委员 你们自己现在怎么样 看这些情形 会很急吧 其实这次惨败 输到没三不空 其实是一个改革好机会 最惨就是这么惨 那你在回避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永远没完没了 所以刚刚你们质疑说 为什么不针对国良 或是抗抗姐 她的谈话来发表 釜放的立场 我想总统府恐怕 我的感觉 恐怕应该选择 一样党内同志讲的话 我就不要理他 有可能 可是这位党内同志 讲的有钱有什么 尤其像抗抗姐 讲的不够清楚 所以不要最后入座 我已经讲很清楚了 抗抗姐我讲两亿没错 可是他没有想说拿给谁 他也没有政府 党 个人什么都不讲 抗抗姐意思说 我讲了我知道有两亿 对不对 不是 我知道抗抗姐意思说 我讲有两亿 你们看对不对 那你们想告我 我就把他讲出来 那也欢迎检察官主动的问我 他意思就是这样子 可是到目前来讲 他并没有讲说 我那个梁医师拿给谁 他完全没讲啊 然后谢国梁也只是讲说 哎呀那是一个很大包袱 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 我认为蔡振元 蔡振元这个是 蔡振元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故意点林德瑞 我们坦白说了 联赞是魏家的政婚人 你说林德瑞讲一讲话 联盛文就照办 李德威就照办 李德威是联赞好几届的中常委 联家做决策是听你林德瑞 然后说放放上面的话 我就照办 联家有自己的考虑 所以猜测元事实上 并没有影响到联盛文去点名魏家 这搞不好是联家自己的决策 我觉得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说 既然如此 那蔡振元为什么要点出林德瑞 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就是说 蔡振元就摆明了就是 你为什么要打我 比如说 马金的败选报告怎么写的 北都三太子 你都没有问题 你们打我这边 那我是总盾事 所以他要说说话 可是联家都不在意 透过丁远超出来讲都不在意 我那个还另外一回事 丁远超是在讲连战的部分 我跟你讲 那个也是修战的意思 修战为什么 因为你资料在苏起手上 对不起 所以连战也是在 那个丁远超是代表 连战跟马英九说 不要搞了好不好 那苏起那个就算 那我们也不会搞你 这里就结束了 可是联盛文还没完 联盛文以后要选哪里 联盛文在拜选当天说 后会有期 请问内湖郎港要不要给他选 不分区要不要给他 还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系还在往前走 往前走的意思就是说 你马英九 一路就是不要我当选 西门丁给我搞三百个警卫来 硬要来帮我扫街 对不对 那初选的时候 故意量票投给丁守忠 你穿了很多小鞋 书起出来开 那个初书的包摇会 所以这些愿愿愿愿 你要不要跟我亲一下 可是这些不管怎么讲 在乎的人 就现在你会发现 所有的老百姓 蔡正元委员在 你说在媒体所讲的所有的话 你会发现 大家其实都没有在讨论这些 他只在乎林德瑞这件事 不是不是 谢律师你错了 这个是内行的人才知道 他在讲给谁听 蔡正元点林德瑞就是要说 我们就往上再去挖你 最痛的那个东西 那你要不要平衡一下 马金当然听得懂 所以他当然不会去理 寇寇跟谢国梁 因为寇寇跟谢国梁 是没有下级的 蔡正元是有下级的 下级 因为连圣王还没有被安排 谢国梁也找得到下级 但是因为他跟念什么 他也找得到下级 虽然寇寇姐的两亿 没有说拿给谁 但是明眼都知道 两亿这么大的金额 有可能拿给谁 他不可能是一个民意代表 甚至连县市所长都不见得 如果有拿真的有的话 一定是高层 而且高层一定是党务的高层 或者是选总统大选的等级 才有可能有这么大的金额 所以即便说没有指明是谁 也没有指明 谁在什么时间拿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党既然要发新闻稿 包括刚刚讲的 已经有谈到食安的问题 已经有讲到金额的问题 而且是指指国民党高层 你党要把你布发新闻稿 既然要新闻稿 你干嘛为德不足 不把这部份带一笔 把它曾经清除 否则人家会觉得 你心虚不敢提 怕提了留下的书面资料 有后遗症 甚至将来如果有一天 震掉队部工厂 留下证据 那这个东西就让人家会有很多的联想 其实林德瑞的角色 按照我的研判 它的确跟马跟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你想想看 过去几次我们国民党党产的处理 几次虽然公开招标 留标 都是林德瑞在做处理的 那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是自己最亲近的核心 是不可能让他处理党产这一块的 以前我记得好几位中堂委都讲过 除了党主席之外 国民党能够一亏党产全貌的人 大概是少之又少 那林德瑞的角色 是党内除了党主席之外 少数能够知道党产状况的人 而且能够被授权去处理 所以如果说林德瑞是 马在选举期间 跟廉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管道 其实坦白讲我不会觉得意外 也正因为这样子 刚刚郭正浪教授所说的 林德瑞打这通电话 不管是基于自己关心选情 或是关心实案问题 或是跟李德韦的私交 说想聊一点选举的话题 你要说今天蔡智云这样的爆料 完全没有要影射马霍金的意思 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 我也觉得不太相信 因为他显然有所指涉 那这个指涉 当然有一部分 或许是出于情绪 因为好像败选检讨都是 总干是一个人要扛了 但是我话必须说回来 败选的检讨 我们当然有很多检讨的空间 不管是蔡智云的角色 当然他有加分 可能也有扣分 同样的 今天即便林德瑞代表 高层打了这通电话 你要不要接受 所谓的蔡智云的灭顶计划 要不要把整套话说完 把魏选养给说出来 还是在于你连送了自己的判断 好 过来 邀老师 我们来看的是说 光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马总统 他觉得说 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没有必要再跟大家说明的话 那整件事情会这样过去吗 过不去的 连那个谢国梁都说了 他过去曾经向党中央 这会儿就直接讲对象 对象了吧 就是马英九 他直接讲了 他曾经揭发很多非法的事项 结果居然被不闻不问给解决掉了 这讲的够明白了吗 所以 他现在去想办法 叫给国民党的连政会来处理 我不晓得 他大概期待朱立伦的连政会 而不是期待现在的连政会 或者是代理主席的连政会 可是我这一点 真的要提醒这些国民党的年轻人 不管你们将来选不选或怎么样 我真的要 因为我怎么看 如果我是你们的话 绝对不要觉得 现在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还不到底 这话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国动兄 我们坐这里住这么久了 照我看呢 还可以坏很多 这个不是再坏坏不到哪里去 因为 你要想到这次全国 还是投下来将近 这个六百万的票 只是民进党被将近七百万了 只是你们少了 你们就一路这样少下来 可是你真觉得这六百万不要交代啊 还是他们是不问是非的 他们真的觉得说 你们就这样子有账没账都没关系的政治现金 可以这样子就这样子过去吗 我不认为如此 再拖好不好 再拖 明年他要下台的 现在如果选择不好 下台以后 顶心的保护伞没有了 顶心就只好自供了 他只好自保了 那那个时候国民党再往下掉了 所以我不觉得现在人家现在谢国梁不是想到这 你们要晓得谢国梁这些人做这些事情 难道没有一点自新的意思吗 他期待廉政会 他期待朱立伦 他难道没有一点要 要要整理 要切割老国民党救失利 关救官商 他难道没有一点这种想法吗 你们如果还摆在那一边 就是老国民党救国民党还在替 说应该不会有应该没事 这恐怕 这个恐怕不合适的 一眼凉这两天也是就这样子 我干的 以前没有 以前也有人检举几发呀 可是没有商人会这样子公开在免贴 讲说我干你的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彻底跟你们绝累了 瞧不起你 我彻底跟你绝累 你知道商人以前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因为再差 明不跟官斗 就算这个人进去了 他还有人在外面可以整我 我尽量不要得罪了 可是他为什么今天就直接明白了 而且据我的了解 他那天是主动找媒体要讲的 嗯 根本没有媒体想要这样问他 他主动这样子要讲的 我干的 这意思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陈冲也讲了 今天陈冲回一句话 这个国民应尽的义务 我很想佩他呀 有几个国民过去进这个义务了 捐款给国民党的 有几个人进过这个义务的 或者官商这种人 有几个人进了这个义务了 嗯 建议101卖给IOI 也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好 不管怎么样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请大家看到 嗯 风向转了 嗯 不是只有1129 年轻人选票让你们觉得风向转了 而是整个的风向转了 不能再抓住老的政商关系 跟得一起沉沦 这个时候自己要游到岸上去 嗯 不游就会被那个往下沉的力量 一起被拉下去 嗯 所以这个时候凡是有兴趣的 你要晓得你以为国安高层 不管是国安高层也好 扣扣也好 不管是谁 来源都是顶心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不了解吗 除了顶心之道给警域 全国还有谁知道给呀 难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那你认为顶心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 风向转了 他最后那根棍子想抓住 所以 刚才讲的 他本来已经全部投资 都投资完了 什么都拿到了 现在一个一个丧失掉了 他一定要给你出最后一张牌 你再这样子干下去 我就跟你翻脸了 中家也不给我 四季又要怎么样 又要这样子 我跟你翻脸了 自己自作力啊 不所以了吗 你听我讲吧 他现在风向已经倒到这个地步了 其他人啊 这个时候要想清楚 站在正队的那边 站在队的那边 谁是队的那边 谁是 难道你 你这个时候 帮着顶心来干政府 还是帮着政府来干顶心 站在正队的那边 就是什么 把官商的问题 事实讲出来 谁也都不对 中家NCC 如果再敢讨论 我看他跟着一起灭顶 这就站在错的那边 101要卖IOA 这谁要通过的 这个应该投审会 经济部 你要站在队的那边 凡是现在还有事情在发生 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事情 要救也好 要做 凡是你站在错的那边 你就跟得下去 所以立法委 也要站在队的那边 监督好 不要让他们 继续做下去 因为这件事情迟早爆炸 守不住了 因为大家已经都到临界点 守不住了 一个快下台 一个快救命 守不住了 风向已经吹出来了 谢国梁这么温和的立法委员 都开始讲话了 你们那任党可以组一个会吗 什么会 调查吗 请特朗普跟新闻谈一谈 看什么可以 整场调查 我也不会 所以啊 你为什么不能追 一口气嘛 对不对 请高层 你们做的决议 你们不是要自主吗 你们高层做的处理嘛 可是你们要装进自强 站在队的那边 要把问题讲对 绝对不要讲说 哎呀 谢国梁偶尔讲错的了 蔡政员只是肚气了 什么的 那就 那就继续 包括孙伟员在我们节目里面也讲到说 他是不是在过程当中也提过了一些 包括这样检举案 现在结果是怎么样 民众如果看到这些包括办的一些结果 对政府的信任度还会有多少呢 来 环圈 好 我们就先来看的是立伟孙大先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曾经跟着廉政署啊 去检举顶新TDR 还把这资料给送进去 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个廉政署说还在调查当中到现在没有结果 就这个谢国梁的说啊 过去两年他曾经亲自哦 像有马总统去检举吉隆市政府不法的事情 马总统就说我也很关心啊 但到最后脚本单位是应付试的发文 这事情还被不闻不问 所以蔡伟 现在整体看起来 让姚老师刚刚这样 风向变了 所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一些人 会提出来一些事情啊 然后大家要不断的去查 不断的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刚一开始第一段我就讲说 我问纪委员说 谢国梁跟蔡正远的动机是什么 那这个郑亮兄在我后面讲 他其实一定程度把动机讲了 姚老师也把动机讲 只是他们两个人的讲法不大一样 这个姚老师比较属于这个 传教士的光明面的说法 国民党内有人良心发现了 他不想要被一起跟着这个党沉沦下去 所以他会做一些这些 他所知道的事情把他讲出来 那这个郑亮兄他所提到的 基本上是一个权力平衡的角度 就是说大家就是为了用那个脉络 大家交往的脉络来看都可以 那其实我本来是想慢一点的 就下一个礼拜来再来处理 因为会渐渐清楚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案子就现在就过两天 然后新闻就淡了 然后也查无什么不法 然后当然没有人去告 也没有在新的东西 他讲的就对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不要不是这场选举输了 我们有什么你有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必要把责任 全部都推到连胜文的身上 推到这个三太子的身上 因为为什么脉络可循 刚刚他漏掉了谢国良 谢国良兄我也跟他在立法院 也熟嘛 他跟连胜文也是兄弟 哥们嘛 蔡正文那更不用讲了 的确有脉络可循 那如果讲了讲的话 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点道而已 他就后面再补一句叫做我没有证据 只是你人结实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们谁去搞什么 谁去弄什么清清楚楚 那就 那如果这个事情就止于 大家不要再讲了 算了 我廉价事情你也不要再弄 或者说我 臨胜文以后有什么安排 这个叫做 站在权力 由鸣枪侍井了是不是 鸣枪侍井 当然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他讲的是对 但如果要是讲的是对的 这事情是不会停的 点燃了这个 我刚刚讲非同消息 大家都良心发现 你动机不管是什么 反正你这东西已经开始讲了 就算你们党内停 大家也不会停啊 你这个就是已经可以开头了 不管你背后是怎么样的因素 但是我们很希望 那个结论是你这样子 对已经烧起来了 然后他有终于透了对加码 然后如果苏喜再不掉出来呢 我担心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烧起来 他怎么不烧呢 因为大家既然这个议题 你看之前大家都开始这样 然后难道 要再等一个更大的议题 把它盖过去吗 不是啊 他现在讲法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会烧起来 很简单嘛 马拉就说他没有嘛 是啊 再出来澄清也是说没有嘛 当然 然后爆料的人也说没有 最后就说 那我们请联人会去查 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对 我也没有不交代啊 国民党也做了啊 就请联人会 赶快新主席说 我担担关去查 然后事情就大概过半年 一年大概忘了 或者知道更多的人不说了 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嘛 我们很清楚 每一个安 每一个 这些重大议题 在台湾社会的过程 一定是这样处理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为什么本来 他们两个都已经讲了 所以我就接着讲说 这件事情的发展只有这两个方向 一个姚老师讲对的就是 哇 事情真的爆开了 良心人士越来越多 大家纷纷举棋 野火燎原 野火燎原 一直烧下去 把事情升向大白 水落石出 二方面就是 我们真亮兄讲的嘛 大家事情咯 知道咯 我有什么 你有什么 大家好 就到这里啦 好 大家就是反正 好 连人会弄一弄就结束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站在这件事情的发展角度 我认为动机很重要 到底这个后面到底在搞什么事 跟这个有关 但是我觉得 我一开始就讲 我觉得 表示什么 不论哪一种发展 最终是这个事情 非同小可 这一定有东西 他才敢去讲这些东西 否则的话 今天 那个纪委员讲的 说这个 这个都没证据 那没证据 对党形象有没有伤害 当然了 这个要不要处理 如果这件事情 一点点 任何的迹象 什么都没有 凭这两个 国民党 大概把这两个开除了 这不是小事 指控自己的党 不论是包袱论 不论是这个 所谓的 这个叫 包庇顶心的 这种说法 哇 这不是 这不是 压倒出来而已 这等于是灭门血案了 自己把自己的家人都杀光了 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没有事 这件事情本身不会是说 这本来完全都是空的 空的 没有任何道理会显示空 但是他会怎么发展 这个我认为 这个还有 OK 所以我们就听到了 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就觉得 这名腔市井的味道 还是真的越来越浓厚了 到现在真的还看不太出来 我也不是反对说你们这样的说法 我只从一个面向的观察 就是连续跟丁远超他们的态度 并没有想着配合他们来脚步来起舞 如果在观察一个两三天 三五天或甚至一个礼拜 陆陆续续有这些人接人起义 或是接人起来 好像讲一些 好像可能对党有所损伤的话 那我就会产生点想说 那是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两三个 这两个委员同仁上讲 是不是在替连胜文抱不平 个人情绪有个发挥 想到这个事件过去就算了 也有可能 所以你现在要讲说 这是不是所谓的阴谋论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言之过早 那不管怎么样 对党的形象已经构成很大的伤害 我还是在人建议 刚才其实包括实现讲说 如果事情是就这样不清不楚的下去 恐怕对国民党才是最大的伤害 就是你们能做事像这样 我们常常讲说 有没有告诉大家的清楚 丑西部总是要见公婆 再说丑西部早就出来好几次了 那我的看法 我比较执着一点 就是说我真的不相信说 马英九总统会真的所谓是 去拿这两意 我是觉得真的这个匪于所思 那金普通先生 第一个友台的主播影射他 不是直接指射说 他有打电话给林德瑞 他马上说你三天给我盗窃 不然我就告你 而且不止这样子 他双向 第二点他跟寇寇姐讲说 我没有 也请他 大概就说 也请你帮我澄清一下 你想他这次反应这么激烈 也显现说我内心是坦荡荡 所以只要是马金两个没有 他不是表示高层没有 因为又不是马金两个高 还有其他高层 我们就不能再影射下去 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马中 他在想说哎呀这个事情 好吧 如果事情继续延烧下去 那当然真的到了真相大白 我想他们心里也有所准备的 不是没有了 当然总是作为一个现在政府的领导人 现在不是党的领导人 这时候他出来讲什么 这些党员同志 他们所讲的事情 若有事无 但是又没有很明确讲 这时候他如果太积极 主动回应 好像也有点失的分尊意 马英九总统也不是党主席的啊 可是纪委 不是三人成虎啊 党主席现在是无功力啊 就算党不住 党不住 政府这一段难道不行吗 因为三人成虎 所以我讲过啊 你只要不是很快的那种习乱只分 他就会一路这样延烧啊 所以我今天 有特别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说 是毛自国表现的好机会啊 毛自国之前他上任的时候 大家都看出来他嘛 哎呀过去他当副院长 他实在是管不好物件 什么都没有一样管得好了 然后大家对他的能力 产生质疑的说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笔定将他手了 他怎么做 我怎么他怎么做 他应该出来事情一样 譬如你说他建议特征组 是不是应该要什么什么 如果说有什么不法动 活动修 这句话还需要再讲吗 我跟你说讲 大家都讲到很多啦 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单位也好 甚至于你说党内也好 党外也好 行政单位事外 我跟你讲嘛 很多人都是在看这一局的演变 到哪里啦 嗯嗯 其实磨刀磨磨磨的人很多啦 你也不要以为只有这两个委员 没有活动修 所以我在关心说 这三五天我们还可以耐心观察一下嘛 哦哦哦 好不好只是一个小小插舞 你的梦报啦 现在我出来讲话了 蔡振元跟谢国朗都是立委 嗯 毛泽国凭什么处理啊 嗯 真正人处理的当然是下一任的党主席 嗯 就朱立伦 嗯 那朱立伦他自己也卡到这个三重信念土地 不清不楚的部分 他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 那你就撤销了啊 人家就是质疑你跟鼎心有关嘛 所以他就撤销了 对的 你听我说 我如果跟你有关 我就把你撤销你会不会反目 是嘛 那一样 他表现我心中坦荡 才敢撤销他啊 是嘛 所以你当选主席之后 你就交给联能会嘛 嗯 你不是要敢敢于面对吗 那就让蔡振元啦 谢国良等等嘛 还有比如说林德瑞等等 都来面对联能会嘛 找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朱立伦的一个机会啦 嗯 而且我相信民意也会这样要求 嗯 第二个啊 马金啊 并不是对很多事情都会如此明快啦 刚刚谢律师讲到 对于那个昨天三立那个新闻 嗯 六点半 嗯 七点五十五就发新闻稿 嗯 我跟你讲上次 他这么明快啊 就是TVBS那个节目 嗯 因为那个节目我在现场 机器坏掉 下午三点四点录影 嗯 晚上突然不能播 嗯 然后要加入一集补上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一集的主题叫反马 嗯 就反马英九 要他辞掉党主席 选前就辞哦 嗯 那这次是什么 这次叫鼎心啊 这两个就是他最痛的议题 所以他立即反应 所以我跟你讲啊 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模式反应啊 嗯 金谷冲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告耶 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这么敏感耶 就是痛嘛 嗯 据人家讲坦荡啊 而且没有啊 痛而且没有啊 所以他立即警告嘛 说你再讲 我就要告你 谢你三天道歉 嗯 所以他就让所有的媒体不再敢讲说 林德瑞跟他有关 嗯 这样就是 我告诉你 就是要灭掉这个新闻啊 我并不是替你把金谷冲讲话真的不是 因为过去或许林德瑞真的是 金谷冲 就说师傅引进门到中央党部任职 父母系长可能跟他有点关系 我不知道 可是不是说过去他们关系好 就表示未来关系都一定都是完全不变哦 嗯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上次我马王相争那一事件 罗志强 江一华 马一九总统三个在那个总统会开会 那时候金谷冲在 在美国 我听说 我没有得到证实 我听说那一局 罗志强好像 让金谷冲非常不谅解 意思是说你们怎么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我所听的是他不赞成这样做的 嗯 他以前是他爱徒啊 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人 所以不是过去非常信任 一路走来就一定非常信任他啦 嗯 人的感情关系会变嘛 郭政兄啊 嗯 我现在不是跟你辩认同一件事嘛 对啊 你是在说真相就是如此嘛 可是我不相信 啊 所以跟我辩论这个真相没有用 我了解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不能讲 因为我怕被告 哈哈哈哈 我是在分析这个权力限制 所以显现金小刀的策略 有多想要 不是啦 我告诉你啊 这整件事情 如果你们 就像你讲 如果你不搞清楚 以后过一个月 或是过几年 是会怎么样描述这件事情 台北市败选 因为没有打顶心案 是因为党中央指示 那党中央为什么指示 因为有人收了顶心的钱 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样子 就要一直传一直传 所以我觉得 你不要再祸心你了啦 真的 你不要傻了 就说你这件事情 你真的可以把 几个人都没有封声 然后就 就从此结束吗 嗯 从此以后 你们就挂一个说 我连台北市长选举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掩护财团就好了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嘛 美鳌你觉得他们该怎么办 因为现在告诉你 包括不管是马总统 金兵主长或是高层 或是国民党 都跟你讲说就是没有这样的事 那讲了你们也不信 那你要他怎么办 他现在能怎么做 像刚才譬如说 像刚正向兄讲说 那你就让朱立伦 新的大夫妻 吴敦毅现在就可以办 吴敦毅现在就可以办 也能问朱立伦交换 现在马上 因为如果要是时间拖 也不立马 对啊 美鳌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他们能怎么样 你招大信 那可以啊 你也会办啊 但是我不相信吴敦毅了好不好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一个月嘛 我等朱立伦好不好 我朱立伦看结果 我起码 我想整个国民党里头 他比 可信度高一点 对嘛 可信度高一点嘛 你现在我对于做什么 我当然不相信啊 对不对 那我就说 你这整个党的改革 如果说你国会 可以先做调查吧 嗯 我请问你 你国会可以先做调查 国会调查什么呢 你调查这整个事情 到底怎么样啊 就是你的立法委员同志 为什么要炮轰党中央啊 国会没办法调查这个 立法委员每个人 他的行为 除了有违反立法院里面的行为法 那是正式的立法 那是正式的立法 因为我说 你们党团可以做一个私下了解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那你提了 建议跟党中央 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嘛 你可不可以做 为什么不行喔 那我建议 那我建议 礼拜五要开党团大会 是讨论修宪委员会的事情 我觉得蛮急的 如果说在党团大会 有人提出行政决议 那当然就可以 请党中央来 你可以提啊 台中央第一招票啊 我对 你会很不能提 我回去思考看看 你在思考什么 这么大四大杯的事 要是你跟他建议 开始要给猫挂铃铛了啦 不要在怕啦 我真是拜托 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 对了那个总统来 就是因为赢者全拿 我绝对相信 现在已经有企业在想 下次什么人会做总统 我先准备好 因为将来要换一个保护神了 今天要换一群人来投资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都是宪法要修改的 就是说因为赢者全拿 他掌握了党政军 情治系统 警察系统 检察官 行政立法司法考的监察全在拿手上 还不要改啊 要早点改了吧 所以了制度改好了 也许这些中游下游的这些东西弊端 才绵上减少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呼吁说 政治已经朝向新的政治发展 传统的政治人物要警觉 要跟上 如果不跟上 很快就会被这个新浪潮给扑灭 这一点真的要警惕 不过其实我们来看是 大家都认为说 应该要查个清楚 但是要由谁来查 要怎么查 怎能够以朝公信呢 这个部分 因为到底有没有牵涉到 所谓的法律层面的不法的行为 恐怕有待厘清 可是我觉得 我先呼吁一下刚刚姚老师所说的 我们就政治 以及选自清明透明度 这件事情来讲 我个人当然是百分百支持 那可是我们看到 这些好像过去 不管是孙大千委员 谢国良委员 甚至包括之前 赖苏鲁跟林一世的案子 我们洪秀柱的副主席 他也曾经在党内提醒过 高层说要注意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耳闻 可是事实上到最后都无疾而终 对为什么 而且等到事情发生才那个 好像尹远良去检举比较有效 尹远良去检举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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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只是整个党务系统 包括我们政府的政治体制 包括联政署那边 整个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刚刚我们在讨论说 到底林德瑞这通电话 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意义 有没有高人或者是高层 在后面指导什么的 其实很简单 李德威一定知道 可是现在李德威跟林德瑞 已经初步对外有了说法 我现在蛮想跟连圣文喊话的 圣文说后会有棋 他在上海看得到啦 他说后会有棋 后会有没有棋 取决于你的态度 是 那刚刚姚老师说 站在队的那一边 林德瑞如果真的是 成高成之命 打了电话给李德威 连圣文一定知道 如果连圣文当事人 不管事实真相是什么 假如没有最好 如果是由连圣文出来证明 马或者是国民党的高层 没有人透过林德瑞 来关心沟通 鼎心为家的事情 我想会比较具有说服力 可是如果有的话 我真的 也建议连圣文好好的思考 假如真的有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因为选完了 如果你还期待后会有棋的话 不要选完了 就息事宁人 就等着事情风波过了 要有徐途发展 再起的机会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你获悉宁 将来这样的巨马 会不断的重演 而重演的结果 就是姚老师说的 国民党的钟摆还没有摆到底 嗯哼 那到最后 恐怕这船上的人 统统要一起灭顶 嗯 是鼎心为家没有被灭顶 国民党先被灭顶 可是 行行 光看今天李德伟 因为李德伟在昨天有做回应 对 就是人家问说 到底你们讲的是什么 李德伟讲的就是这样 他讲的意思就是 不是报道讲的 应该就只是在讲说 什么关心 然后提了一些食安 或什么这些 我补充一句话 对啊 德伟跟连家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 对 德伟所反映出来的 第一个他可能是事实 第二个可能是反映连家现在的态度 嗯 如果是事实当然很好 这表示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想多了 可是如果反映也是连家现在的态度 因为选完了也败选了 希望先沉淀一下 嗯 希望先远离所有政治圈的纷纷牢牢 而选择静默不语 或是不还原真相的话 嗯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呼吁跟 因为我不晓得真相是什么 嗯 如果真的是像李德伟说的是事实的话 为什么蔡正元还会来这一招 嗯 难道只是为了哥兰伟要被罢免吗 嗯 因为他也不选立委 是啊 他只是说为了推卸自己在选举 过程当中败选的责任吗 嗯 我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 应该也不是这样子 嗯 如果不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或在选择过程当中 他的确有得到这些相关的讯息的话 即便要推卸责任 我觉得也不要把这些东西搬出来 因为这都是具体的人跟事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真相是什么 当然我期待 是的确至于私疑 至于关心实案问题 关心选举的状况 嗯 两个人通了通电话 嗯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 我真的希望知情的人能够出来 把话说清楚 直接可不可以讲 你期待这样我可以想象 但是 说实话 你相信吗 他们就只单纯 关心选情 然后讨论了一下实案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议测 他们讲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有没有高层去指点说希望下手稍微轻一点 嗯 或者是因为坦白讲啊 这样的对话内容是非常巧妙的 嗯 比如说你不要不分青红色白去滥杀无辜 这话对不对 当然对 有 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一直在讲说卫爆弹 嗯 当卫爆弹不断的潜伏在社会各个角落 而且不晓得哪个时代会出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有把他错杀无辜 包括那时候陶渊政府的作为 在选战 在选战的时候我都同意不能错杀无辜 可是在选战打到那就是 尤其那个时候民调如果你知道蔡文讲的 在八月份刚开始就知道输 然后选上是个奇迹 民调一直是论后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就像刚刚明白了 能翻转选情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嘛 然后大家那时候都在讲灭顶啊 在讲那些的时候 那你有什么道理你那时候不做这些事 我现在简单回应 如果你要问我当时的感觉 如果当时是顶星已经爆发了 大家灭顶已经成为股风潮了 嗯 我很难相信说有高层会受益 林德瑞或任何人去要求连阵营说 欸你们不要再打 不可能 因为这完全没有政治sense 嗯 可是因为蔡正元出来这样的爆料 又让人家觉得有很多值得怀疑推敲的地方 蔡正元那个爆料我非常细的读了 嗯 蔡正元说顶星还没发生之前 他们已经追到只输9% 本来输15%嘛 所以 他当然觉得顶星很重要 嗯 所以他觉得要加嘛 是 当然要对比克批啦 那结果有人来阻止嘛 对不对 而且他也有讲到苏琪那一段 嗯 嗯 你怎么知道苏琪那个事还没有后续呢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比较同意你刚刚讲的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是现在连加的态度 嗯 而不是真相 嗯 而且苏琪那个事啊 我都可以讲一小段 嗯 嗯 因为选举的时候我就别说了 可是现在我可以说 苏琪那件事情是 选举的时候应该是我最早 有人就 我很亲近的人 来跟我讲的一段 而且他把书啊 画好了给我看 因为他那整本书嘛 我怎么可能 这一段很重要 嗯 我就看了 画好多 哈哈哈 果然还蛮重要 哈哈哈 他的意思很清楚嘛 嗯 这人跟苏琪当然非常要好 嗯 哎 这我就不要讲谁了 那 可是我后来就没有讲了吧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讲这个 在选举的时候 这不是我们攻击 就是我们选举不是我们的style 呀 去抱抱这种料 嗯 那我们就说 我就确明确的讲 我们大概不会做 嗯 可是我会回去讨论讨论 我先告诉你我们原则应该不会 回去我跟这些 也不也就大家赞成我的想法 一个礼拜就出来了 嗯 换了一个人就出来了 而且那出来我也大概完全能想象 那个脉络是谁 就表示是刻意的 嗯 这绝对不是说偶发被人家发现的一段文字 嗯 我本来是希望你们打 希望我们打 因为他当然想象我们会打嘛 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打上了 嗯 这一枪就对不对 就居然没想到我们 哦 蛮打 蛮厚到的 只要我打 下了一大跳 干脆绕过去给别人打 就从明报那里出来 明报那里出来 因为 这个很清楚嘛 所以 所以这种事情 我是觉得说 那我就 我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 跟这个事情都连在一起 是啊 那就表示这个府里头 跟这个 这个 选举的时候根本就一直在作战嘛 嗯 因为蔡振宇有讲到这一段 啊 对啊 然后他有讲到连战先的反应 OK 好 那刚才前面 就 对对对对 刚前面呢 就在跟大家在讨论说 有这么多人提出了一些 你说他们的一些 然后讲说要指扣 有没有跟鼎心之间有一些的关系 但是啊 中间都跟你说没证据 嗯 可可姐呢 前也讲了说 有没有良意的这回事 好OK 那国民党呢 在今天呃 下午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做了正式的回应 对对对 新闻稿对没有错 他上面就写了什么 无端指控收顶心两意 国民党说啊 请周宇寇女士说清楚 否则提告 嗯 OK 好那国民党已经正式讲了 所以 所以 就表示 刚纪委员讲的 他很坦荡 他觉得就是没有这回事啊 吴子佳讲实意 告 嗯 可可姐讲两意他就告 然后可可姐的回应也很妙 可可姐是直接说 那他希望马总统要主动启动 调查机制 嗯 然后他会上 就像刚才那上面讲 我要读可可姐讲的那个话 他当初就讲说 他如果相关单位要调查 嗯 他会说是 哪一个前国安高层 是 所以可可姐的回应呢 他是直接讲说 他会向侦查单位说明详情 OK 这就 看起来这个就直接 而且 国民党这段哦 是直接讲什么 嗯 各位你要看这段的话是什么 嗯 那他讲说 到底是谁指控国民党私下收受鼎心良意限款 然后希望可可姐 在一周以内哦 国民党要求周一寇女士一周以内就此事公开说明 究竟是何人指控国民党私下收受鼎心良意限款 否则 国民党将对周一寇女士正式提告 让他在法院审理过程公开说明 是哪一位前国安高层抹黑指控国民党 各位你知道关键在哪 关键在 他会让他在法院审理过程公开说明 为什么 嗯 我告诉你为什么 如果要是国民党很清楚 国民党这个打法 他是会去对可可姐提字数 嗯 他不会到地检署提告数 他会到法院去提字数 为什么呢 他如果到地检署提告数 嗯 提告数的话是不公开审理 只有检察官关了门审理 抗抗姐这时候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他会 因为侦察不公开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检察官关了门审理的话 第一个他如果要是抗抗姐 讲前国安高层是谁 那当然要传证人 是 第一个依照大法官司制509号 就刚刚跟姚老师两个在讨论的 大法官司制509号 他只要相信他的消息来源 抗抗姐最后可能 如果照大法官司制509号 跟刑法310条来看的话 他可能最后就是 不起诉 因为你有消息来源 那这样的话 闷着头关了门 再这样子开庭 结果终于抗不起诉 你想想看 国民党这样的消息传出去 那怎么办 那感觉上 民众他只看得到 起诉不起诉 他看不出来说 到底过程是什么 好他就会讲 那件事会不会就变成 感觉上像真的 所以为了避免关了门 侦察庭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抗抗姐有可能 将不起诉 我干脆到地院 地方法院提自诉 自诉就是公开审理 所以他才会有这一段 让他在法院审理过程公开说明 也就是说那时候 你要传什么证人 你要什么 让大家都来看 然后最起码 审理的过程 不管结果 抗抗姐 是不是也有可能援引 大法官4509号 你说是不罪 但是最起码过程 他要让大家来看这一段 这个就是这一段 你要看新闻稿 要看这一段 所以我如果看这段 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去这样打 他怕出现 刚才我讲的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各位 国民党也想到了这个情形 你要从这个新闻 会不会更觉得 他们是真的就告诉你说 我很无辜 你们干嘛要这样的 没事弄我 先把话讲满 可是开庭才算 你说要告了才算吗 屋子家有开庭吗 到现在还没有 是啊 那一样 同样的意思 是吗 早晚要开庭的 不是 早晚要开庭 我告诉你 这个动作 表示马总统一贯的作风 不怕家丑外洋 他就赌一把 就跟你赌一把 不然的话 他永远要背负这样一个骂名 这个遗孕造庭 对 我就跟你赌一把 就让你讲出来 反正 他就有自己 反正 你们在外面所指示的马金 就不是 那万里其他有不孝之谱 团队 那没关系 就让他曝光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都已经惨败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这个时候 不出来处理 那怎么面对所有的云云众生 根本没办法 现在我们在节目上 话都可以讲很满 因为 寇寇那个花花公子 你看他等了多久才开庭 可是刚刚就上去 有人讲 可是不敢等 他迟早要开庭 他开庭就会面临到 这样一些事情 不一定会开庭 可能不开庭呢 我稍微 我权绝的时候就讲了稍微 稍微重一点的话 所以我实在 然后地狀进去说要告 然后司令下跟他讲 都不要开庭 这我跟你讲 你看啊 我为什么那个医院的那个 窃庭案 我就坚持不告 我就是不 不送到检察官那里告 你看我们窃庭案 他们主张要告 就告了 结果窃庭案 先查谁 先查我 先查原告 这个厉害吧 他把我们就一个一个掉过去 你能不能想象那个医院的窃庭案 如果我一告 我告你那个蔡壁如啊 刘如意啊 他三天传一次 他干脆就顺便查你 查一下你别的 他甚至于派大员到你地下四楼去 搜索一番 然后搬三个箱子回来 然后对外放话 有不法证据 本来是窃庭案就变MG149了 所以我们 你现在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司法 我实在是稍微保留一点 当然我也知道有非常认真的年轻法官 年轻检察官啊 像这一次我就很佩服 这个检察官申请羁押两位 法官就把他挡住 这根本没有啊 武保社会 我在想说你想想 这两个如果被羁押起来 简单还稍微威胁一下 来来来你你讲一讲对姚立明啊 对科幣不利的话我就把他 他就出来讲了 我们我们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所以我跟你讲 我要提醒你 你还记得当时我跟你讲说 你们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 危险的 对啊 可是不是吧 因为那个告已经告出去了 我也没 所以 选举过去了 我们这个有很多细节的不谈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一样道理 我跟你讲 你干嘛这个文字到现在为止 都是什么国民党指导 你为什么总统出来 明明是说你 府内高层啊 到现在总统府也不讲一句话 而且到现在为止 讲上已经非常光明正大了 感受 周一寇女士她一讲说 反正就有全国安高层讲的 有 好啦 我也相信周一寇真的有人跟他讲 那我就 那你这样 你看 那国民党 那干脆啦 就这么一讲了吧 你还不相信 不是 这个国民党讲什么呢 请周一寇讲清楚 讲清楚嘛 那刚刚周一寇不是讲了吗 他要讲清楚哪个国安高层 那就好了吧 然后国民党就不会告了 因为讲会讲清楚 周一寇 你国民党叫你 我们现在一起呼吁一下周一寇 好不好 早点讲清楚 把国安高层讲出来就可以了嘛 真是的 我是觉得国民党 你们国民党自己要调查嘛 这一平平叫人家提证据 现金抓在口袋里 哪里有那么多证据啊 唯一的证据就是送钱的人叫鼎心 嗯 他送过钱 他会讲 还有什么证据啊 这么简单的事实已经几十年来 现在政治现金法都在那个政治事务都是如此 每一次大家都谈叫证据 我们以前在揭发密案的时候 在谈民进党的时候 也听到他们讲 要拿证据来 哪里有什么证据 我只看到你堆了像小山一样的十几亿 那还不叫证据 我要你讲的实体来源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 你要避免被误杀的啊 不是误杀嘛 我们总有个轻跟重 对不对 都讲的这么明白了 有人有事 都是国民党人讲的 这还要怎么样 我们再回到那句话 叫合理的怀疑跟不合理的怀疑 乱怀疑嘛 现在还不叫合理怀疑啊 那还叫什么呢 都这么明确了 还在那里 连续搞几个这个新闻稿来 那我就拜托勾一扣了 就一直跟国民党升高吧 所以李孟姐 我们就来看 真的这个顶心两翼这样的说法 我们现在看到国民党 他们态度就是坦荡荡的意思吗 坦荡荡 好 那就可以啊 那请那个 我也是同意姚老师的看法 就请那个郁寇姐 等会是一个礼拜 不用一个礼拜了 明天就讲了嘛 对不对 你的好朋友 就讲了 不要不要 周末这个又淡下 明天礼拜五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要下礼拜一 要下礼拜一 要礼拜一啊 这有差吗 有 有很大差 好吧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拜一出来讲嘛 嗯 我想他有 我想他刚才已经讲名字了啦 不用会讲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前国安高层嘛 所以我觉得 那我觉得 如果像你讲的 反正到法院是开民事务庭 好 都要讲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隐晦不隐晦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寇寇姐姐就赶快 公开开记者会 从头讲到尾 嗯 让大家来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嘛 那到时候 国民党也请诚意的回应嘛 好 那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做 我判断他啊 我判断周一寇会到法院才讲 我判断 你真告我就去法院讲啊 他干嘛这样讲 他干嘛开记者讲 国民党还没提告啊 你提告我就讲啊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一定要到法院 因为国民党已经说了 如果要是你不说清楚的话 我就告 那我就等你告啊 我就等你告 就一定要到法院讲 因为到法院讲 因为我是看他的这种写法 说要在法院审理过程 因为 你还没有到恩断情绝嘛 对不对 你提告我再讲 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情维 你嘴巴想告你还没告我就不讲 你觉得周一共的个性会等你 你告我以后 我敢跟你打赌 我敢跟你打赌 他绝对不会开记者会讲 他一定会到法院才会讲 你们怎么记他都没有用 我同意你的判断 OK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到法院去 然后等到法院在 他最后选举的几天 他不也有讲了一个事情吗 他马上就讲出那个消息来讲是谁了 他没有等他去提告嘛 好 没关系 反正国民党 国民党发了新闻稿 然后表示很坦大 然后请可可姐要在一个礼拜以内要说清楚 要不然要提告 我觉得大家就看这段时间 国民党是不是就直接 如果要是可可姐真的不讲出是谁 或什么的 是不是提告 那大家就到法院去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大家信任法院 真的真的 然后总是很多的事情真相 如果没有办法透过大家这样的方式去厘清的话 那交给法院厘清 OK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呢大家要看的就是 那对于包括政府的信任 是不是能够这样一点一点的找回来 未来还会再出现什么样些状况 可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不晓得现在看起来 离耶旦节12月25 越来越近了 没错 那再来就是12月31 因为 年底之前 对 说阿扁千秋冬 12月25 12月31 现在今天又出来一个农历年 OK 但是感觉上那个氛围 氛围就是要保外就医的感觉 嗯 好像每个地方听到的心里都这样子 对 不然的话之前 毛院长跟柯健门见面就没有意义 OK 不然我们的罗部长出面讲 会让他觉得你是在骗大家 OK 骗起大家感情 嗯 不过 又突然放出说 阿扁千秋冬总统有写了一封信 给马总统 什么罪人废人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多余的 其实不需要这样做 为什么会有那些新闻 嗯 这个我个人感觉 那应该是 就是官方主动释发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 其实在深南有某一块 还相当反对 包括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上节目在讲 每次谈到这个 我回到办公室 常常会接到电话 南军的电话 说为什么要放阿扁 阿扁那么十而不是 应该他一直继续关下去 OK 很简单 他不讲理由 他跟你讲说 你们绝对不能赞成要放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民意代表 就接受他这样一个信息 总统府相关的高层一定会接到啊 嗯 所以他一定要对外有所交代说 你看 连阿扁总统他都正在求情啊 而且罪人啊 而且 废人 废人都讲了嘛 他已经认罪了啊 因为他统一的口径说 除非他认罪 虽然他不是都认罪 但是好像被视为罪人 就好像有认罪的意思嘛 所以我觉得已经在铺填 这样一个让他出台 减少那个主力就对了 出台的一个氛围了 OK 如果再没有的话 我觉得不想干如何自圆其说 自圆其说 对啊 我们为什么之前动作感那么大 那这个是为了上台 然后骗大家的情感吗 我觉得这样不是毛院长应该做的事情 各位 我今天早上有碰到杨宪宏 他跟我说医疗小组12个成员 大概都倾向对保外就医 那个不能治理 做宽充认定 OK 那尿丝禁也是不能治理啊 就看你怎么认定嘛 那事实上他们上次就已经做出 那台中荣总就说居家照护 所以那我就杨宪宏说 那圣诞节来得及吗 他说当然来得及 22号媒体今天讲22号才开始要做评件 他说三天就出来了 那就25号 他说非常快 可以更快 是是是 他说事实上应该来得及 OK 所以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跟我们吕妇来绝食恐怕 你怎么辜负吕妇的事情 要绝食一个礼拜看看嘛 三十后可以啊 可以提党 这个会有不少人加入啦 我坦白说啦 吕妇如果那个绝食行动真的启动 会有蛮多人参加 所以那个 那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压力嘛 其实你有听到今天国民党有立委在 在立法院也直接可以缴证数啦 或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会搞到人家都很这样 明明你感觉起来你就是要这样做了嘛 你好人就做快一点 你干嘛要搞到 吕妇妇就觉得感觉上就是那个 credit给人家 然后你不会自己自己倒里面 然后想用这个虚定吗 这种意思 现在整个氛围的确朝这方向在走 但是我觉得很多蓝军的朋友 一直很在意的是说 其实阿炳有没有罪 不管他认不认错 或道不道歉 在台湾的主流社会里面 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那这个东西也不是他认不认错 可以推翻掉的 可是我们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把外交易 站在人道的立场 或站在蓝绿和解的立场 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地处感染之后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非要把它变成说 他是无罪的 被政治迫害的 甚至一副被国民党追杀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保外究竟没有无罪的 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存在 在很多政论节目里面 包括我们绿营的民意代表 都还有人持这样的论述 在替阿扁说话 我觉得这个不要是 既要面子又要理直 得了便宜还卖乖 基于人道考量他不能治理 甚至我们藉由这个个案 就像以前洗热水澡一样 以前不能因为他可以了 同样的 保外就义如果因为阿扁的个案 将来立的更宽松 所有受刑人都有机会享受到 同样的这样保外就义的条件 我觉得这也是 预政改革的进步的一点 但是我听到有人说 阿扁就因为他是前总统 因为是阿扁 因为马英九 因为国民党的关系 以至于他不能充分享有 跟一般受刑人 一样的保外就义的权益 这个后果实在是不能接受 同样的我支持他保外就义 但是我希望他带动 整个制度面的改革 其实一个部长 针对一个个案 做这样的 不管是指点迷津 好像在算命师 告诉你要怎么做一样 已经不是很恰当 但是只要有助于预政的改革 有助于社会的和谐 有助于蓝绿的和解 我觉得这个方向 我愿意支持 但是我真的劝引很多绿营的好朋友 如果为了阿扁好 为了这个社会和谐好 为了大家超越蓝绿好 有些话 真的不要说的太违背事实 所以姚老师 我们来看的是 耶旦节之前就可以看到这阿扁出来 真的会有这么快啊 最近我不知道 我也判断不了 可是我也同意 刚才习清所说的 这点蛮重要的 我也觉得陈志宗最近 应该少说一点话比较好 因为究竟是要陈志宗 陈志宾出来 还是不要陈志宾出来 现在不是争 现在不是争口语上的 嗯 啊这个这个是非的时候 啊这个衣服就是有写信没写信 因为 马英九的那个作风大家都很清楚 嗯 他不能说放了一个陈水扁以后你们还骂他 他一定要放陈水扁 你们至少还给他一点掌声啊 嗯 虽然他乱放一通 我的意思说现在 他们都已经在准备了 在动作了 那大家也看到了 那就 就让他做吧 因为大家大概都有个共识基于人道嘛 嗯 基于什么理由嘛 也才也就 哎我会要是讲 你意思就是讲说 请副总统不要绝食嘛 对 对 这个这个当然也是了 也是其中之一项 对了 还是其中之一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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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人类情定可以出来 只要不要多多角色就好 不要绝食了 保重保重啊 所以这方面我是真的觉得 就是说真的是 大家既然在人道 或者在 在所谓和解的这个大原则大方向上 呃 在处理这件事的话 我们希望法务部这样处理 那我们也应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嘛 用和解的态度嘛 就不要用逼迫啦 嗯 不要用什么这种方式嘛 所以我 我是这样建议啦 我我我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 可是我 我有感觉到他们在处理中了 是啊 那当然这准处理 蔡伟 呃第一个我觉得 我在总质询的时候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嗯 那当然毛泽国跟罗部长的态度就是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间 那可以放 那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放 其实是合理的啦 那为什么不知道 是因为 还是要照程序走嘛 嗯 那这程序走里面 主要就是这个所谓12个人也好 9个人也好的这个专业医疗的评鉴小组 那我觉得问题还是要把它厘清啦 就是说 我觉得 呃所谓的保外就业也好 居家照顾也好 他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程序走完 是 到底符不符合 这个呃这个所谓保外就业的条件 居家照顾的条件 我们就相信专业啦 嗯 我觉得习欣刚刚讲的很对啦 就是说呃 支持陈前总统的 我觉得话也不要多啦 嗯 那反对的人我觉得也尊重啦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干预 政治力的去干预 就让专业的医疗团队 透过这个规定的这个程序 让他走完 看陈前总统的状况 因为我也去看过他很多次 嗯 那事实上 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嘛 他的确 每次去看他手 每次都越抖越厉害 然后跟我们讲完话 就尿就尿在地上 哦真的吗 真的啊 我每次去看他都尿尿尿 尿在地上啊 就是要回去 讲完话他就要回去换裤子 地上就是尿啊 嗯 你说这样 我其实也不是医生啦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状况 是什么 是什么毛病 或者该怎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说 就我一个呃 非医疗专业的人 去跟陈前总统 去去这个寓所看他的时候 我所看到的现象 OK 所以我的意思说 最终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啦 就是还是回归到 就是说 如果他这个状况 根据这个9人也好 12人也好的 专业医疗团位去鉴定之后 他的确是符合这个保外就医 嗯 然后让他去居家照顾 嗯 我认为这个是对台湾来讲 这个是好事啊 他就按照这个程序走 嗯 也不需要再去劫外生之 自己去自 但是 因为我觉得总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些人就是忽然之间 哇好 很 态度就很 很奇怪 那到底我常常有时候 我会怀疑说 有些朋友到底是希望 陈前总统出来 还是希望陈前总统继续在里面 我其实有时候我都会 confuse 因为 逻辑上 你做这个动作 对他对陈前总统的出来 没有帮助 反而可不可以害他 这样我看继续又干得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就是冷静 因为 看起来 我只会觉得说 政府愿意 我咨询毛鸥院长的时候 他说他愿意 完全尊重专业的意见 不加入政治力量 也没有个人喜不喜欢陈前总统的情绪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只要按照这个程序来走 那我觉得以我们外在去看 加上过去荣总的一个报告 看起来状况是蛮严重的 OK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让这个程序来走完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对目前来讲 大家不论你是喜不喜欢 我觉得都能够接受 OK 来明峰 我觉得就是方向大家也有了 氛围也到了 那一切就是顺其自然 多一天少一天 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计较 我想如果大家越急的话 可能就会多一天 那如果是大家比较顺其自然 我想年底前 元旦前应该也是OK的 不要去限制 你刚才马英九的个性 你说我25号 我就偏不要让他25号 所以就算 就一切顺其自然 方向跟氛围 大家都已经差不多 已经有一个共识 就顺着走就可以 OK 好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整个在台湾来讲的话 所有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不管是透过大家 直接出来厘清 到法院去厘清 最重要一点 是要告诉民众的是 民众知道的 所听到的 是不是都是事实的真相 顶现在这件事情 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支持我的来宾 也非常记得观众 你的收看 接下来请说顶新闻追追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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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